我們再看最佳歌曲的部分 最佳歌曲這次其實入圍的也有很多 包括了像是李宗盛的山丘 像是謝金燕的姐姐 還有五月一天的入任曲等等 結果最後是李宗盛的山丘得獎了 為什麼是這首李宗盛他自己說是一個 描述55歲老男人的心情的歌曲會得獎 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真的就如謝金燕說了 其實今年年度歌曲的名單非常漂亮 他其實一致彈開大家會覺得說 大家各有擅長 可是就一般大家本來預期就是說 如果評審初期的時候 哪時候考慮社會連結性 那時候腦筋都會動到說 那該不會是五月一天 可是結果在第二評審進入複賽的時候 只剩下姐姐PK山丘 但最後姐姐在因為他評審認為說 姐姐的這首歌在 他就是一個缺乏成熟度的電子舞曲 所以說在雖然有傳唱度 但是他在技術性上面 技術有待加強 所以最後還是敗給 把老男人的心聲 唱得最完整的山丘 所以這個部分就很 姐姐就是 而且姐姐一開始一直在跟大家繞話說 他想要把姐姐當改成奶奶 在年底界都已經放話囉 結果最後還是沒有得 對 可能就是因為 他傳唱度的確很夠 可能很可以朗朗上口 但是最後可能沒有辦法 在技術面或是情感面 各個方面來贏得 勝過我們的樂壇大哥了 好